大家好,我是Dogon and Domi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人在Sogo中小馆 因为其实在台湾很多从日本来的餐厅 然后我想到了一个很棒的计划 我这个就在台湾的日本人来 真心或review 到底从日本来的餐厅不ok 然后我这次要调查的店是金珍寿司 然后听说这个店的话 比什么鸡它的绘装寿司很好吃这样子 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台湾的媒体那些 也都说他们终于来了台湾这样子 但是我这个日本人自己要体验 才知道这个店可不可以推荐 所以今天的话我真的坚信化review 好的坏的都会说 看我的影片然后相信我就好 今天我不用客气哦 好,我刚刚抽到这个号码 因为现在是最近开的 所以真的超多人排队 大概他们说2-3个小时我要等 过来那个传说是对的吗? 日本最常的寿司店 然后这次我准备了5个check point 第一是味道品质 第二是价钱是比起高不高 第三是服务 第四环境装潢 最后第五是交通方不方便 排队要不要很久 好,我们终于可以进去了 等很久耶,快饿死了 来来来 这次做的是吧台 不是那种桌子 因为那个桌子的话 3个人以上才可以进去那边 我看刚刚那边的样子的话 跟吉他寿司店 像寿司人那些都一样 就是有那个点餐的机器 但这边我发现没有呢 诶,这边这样有菜单 有有有,这样子 虽然我现在用手机可以点赞 但是我觉得不太方便 因为这样子我要玩手机的时候 就先关掉这个画面 然后就是呜呜呜呜,比较麻烦 那如果桌上有一个可以触摄桌子的话 就比较方便,我自己觉得 大家应该知道我第一个会吃什么吧 一定要鲑鱼 很绿细的感觉 他们可以选要不要节目 还有这个饭的分量 超级饿 我觉得这个上菜的时间不能说很快 大概我点餐之后等了5分钟 我看前面他们师傅们 就是一个一个手工做的 非常的用心 鲑鱼 我最爱的 哇,很漂亮 很大的 超级好吃的 果然是这个鱼非常的厚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油花是很高级的那种油花 就是日口计划的那种 通常台湾的寿司店的米饭的部分我不满意 因为会太挤啊,因为大家都是用机器做的 但是这边不是 因为用手工做的 而且是西服很重要 而且里面还可以看到那种空气的那种感觉 那这样的话 放嘴巴里面 就是那个白饭就 冲开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个滋味也没有很浓 所以就是刚刚好 对对,大家可以一定要吃 这家店是60块 比寿司人是有点贵 因为那些都是40块 但是我的话 加20块也想要就是先挤这个等级的 很值得 这个是黑鱼中腹 大家黑鱼哦 鱼鱼界很贵很贵的那种品种 高价位哦 这样子一罐120块 我的钱包酷酷 我自己平常不太敢吃鱼鱼 因为鱼鱼有一种鱼的臭味 我有点受不了 但是这边的话没有 很新鲜的鱼片 那个肉片非常的大 但是我刚刚那个3秒 我花掉120块 我觉得这个有点 我的话薄一点 而且我觉得 只有一罐嘛 对我吃很多的人说 比较吸引力不高 鱼鱼原刺 其实这个是来到秀司店 我们超爱吃的 比较隐藏的 很厉害的 很厉害 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鱼 鱼片当然是很厚 然后口感 大家吃的话 应该会刷得到 这是那种很嚼勁的口感 然后你越要 里面的那个 甜味 出来 而且这个上面加了 葱跟 猫蜜饭 而且它里面的 油花也非常的多 目前最喜欢的 那这是80块 两罐80 我觉得还可以 我记得吉他店的话 一罐 40块 那一样耶 一定要吃 那我要换个口味 吃一点的茶碗蒸 来到秀司店 大家也应该会点这个吧 下面它们有这个海带 然后很多这种 虾子 跟一般的茶碗蒸有点不一样 哦 好吃好吃 哦 这个跟一般的不一样的部分是 它们有满满的虾子的香味 然后这个它们上面的 这个锅前的这个 酱的感觉也很特别 加碗蒸是60块 所以 就是一般般 分量有可能有一点少 但是还是很OK 这个很特别耶 这个新装 这是玉子小包的这个白饭 这个是甜的吗 还是咸的 我猜是甜的 咸跟甜的中和 这边的话 不只是那种甜味 咸味之外 它们还加了那个 日式高汤味 做玉子小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而且 这个也是一样 我发现这边的 每一个东西都很厚 这样吃很好 是比自己不错 这个是10块哦 可以 因为刚刚我吃的那个厚度嘛 鲑鱼籃 军舰寿司的话 有专门的军舰用酱油 哇 好吃 我觉得这边的鲑鱼籃啊 一个一个很大 而且它们装了很多 有一些寿司店 就是很少喝 然后就放了很少很少 米饭比较多的感觉 但是这边不是 你吃到的全部都是鲑鱼籃 嗯 你刚才看到 价钱有点 傻眼 这个160块 哈哈哈 现在抱歉 今天你应该很难过吧 有点不敢连 哈哈哈 应该要跟那种 公司的老马 要一起来 接下来这个 中花鲑鱼收卷 我这边的话 每一个种类都要吃 收卷 到底如何 我每次吃收卷的时候 有点 犹豫 要怎么吃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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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小点80块 我觉得大概不用点 因为就比较一般吧 我超期待的这个 鰻鱼 烧棒的 通常鰻鱼是 可以比较饱 因为比较高级的鱼 但是这边的话 很厚 我想知道价钱 60块 我觉得60块 这种大小的话 很10%高 我记得吉他店 也是差不多60块 比吉他店好吃很多 我可以推荐这个卖 好 现在吃到中间了 我在这边就是 整理一下 味道跟价钱 是刚刚说的那样 种类的话 我觉得蛮多的 大概我刚刚量 然后60 70 服务的部分 因为有可能 对我的服务不准 应该没有 但是如果有知道我的话 这些会不一样 而且我有在拍片 所以现在是我看 对别人的 一般的客人的服务是怎么样 我觉得蛮不错的 再来是环境装潢的部分 我觉得非常有日式的感觉 就一进来就有 哦哦哦 回到日本那种感觉 环境也很不错啊 就没有很吵 大家都是安静的 就是默默享受这样子 我还没有饱 所以我点了那个 虚菜的天妇肉 来到寿司店 这种价物也非常的重要哦 这个是天妇肉的酱 茄子 我觉得超大的耶 我觉得它们的这个皮弄得很好 就是没有很多粉的感觉 外表稍微包了那个皮 对 蔬菜本身也有很多甜味 莲藕 哇 通常这样子有点不一样 它里面大概莲藕有味道 鲜芦 然后再加 它这个芦的味道 是日本那种加酱菜的味道 这个天妇肉里面有五种菜 然后120块 我觉得一般 像这种香菇也是非常厚 然后很大 然后虾子的话 我这只要用这个 4好了 哎 虾子好吃耶 我觉得这个 荆棘的味道非常的香 我这只吃吃看用这个盐的 我会沾酱油鸡 放这个盐也可以 我觉得虾子跟鲑鱼也可以 哇 我觉得这个芥末 很厉害 第一开始放这一杯里的时候 哇 很强辣 那是后来 真的不见了那个辣的味道 然后变成 很香的这种香味 好 我刚刚在网络上看 日本的金甲 所吃的价钱是多少钱 因为我觉得来台湾之后 比原本很贵这样 其实日本便宜 台湾比较偏贵 一般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要就是比较一下 鲑鱼的话 台湾刚刚是60买两罐 然后日本的话两罐80块 为什么 竟然台湾的比较便宜 鲑鱼 我刚刚说最好吃的那个的话 日本的话两罐70 然后台湾的话两罐80 这样子 但这个的话台湾比较贵 我最后这个沙子的话 日本是两罐70块 台湾是70块 可是怎么可能 差不多半价耶 然后我刚刚上网看的是 看东西就是价钱都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台湾比较便宜 有一些日本比较便宜 所以从捷运站大概30秒就到 非常的方便 这次我用的金额是910块 8个熟食还有1个茶碗 整个价物 有点贵 贵贵贵 而且我觉得有点 嗯 的部分是他们后来加了10%的服务费 Oh my god 我记得吉他会装的熟食店不会有服务费吧 扣分 那这次我要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那个味道品质的话 5分里面 5分 我觉得超好吃 比那些评价熟食店在一个level的感觉 第二个CP值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的话给3分 因为其实有一些是很CP值的 但是我老实说价位有些很贵的也有 第三服务的话我觉得5分里面4分 嗯 我觉得这个很好 没有特别想说什么 第四个环境跟装潢的话 我这个也给4分 虽然他们很忙 但是桌子擦得很干净啊 或许里面的那个日系的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 然后第五个交通跟排队的部分的话 交通我给5分 那排队的话我给2分好 因为现在新开幕 所以超级多人 蛮痛苦的 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晚一点去的话 可能不用排队 然后现在的话没有那个电话预约哦 大家要现场排队 連内一下下 然后最后我想要跟比寿司兰好了 因为应该大家都去那个寿司兰嘛 那我觉得看个人的要求在哪里 如果是比较平价的 CP值高的 然后想吃饱的话可以去寿司啦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吃比较高级一点的 鱼也比较品质好一点的话 我推荐去这边 好 这样子 今天的我的 艰辛化review餐厅系列结束 怎么样这个计划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可以给我按赞 然后分享 然后记得留言告诉我 这次的这个影片的感想哦 那下次的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